别动,别动,别动 快快快快 常态高速嘉兴王殿东路段车流量不断 高速交警找准空隙时间 让小伙抓紧时间跑了过来 人是安全了 但针对小伙子在高速上的做法 民警好好地教育了一番 公共视频显示 小伙子一开始在第四车道上拦车 见没有车辆停下来后 不管后方大流量的车 竟只跑到了第一车道上拦车 一开始站在了护栏边 后来小伙子直接站在了快车道中央缆车 过往大小车辆纷纷急杀 避让,显向还生 小伙子跟着父母出来的 接到电话后母亲赶了过来 多大了这孩子 18、19岁了怎么在高速上拦车的 他怎么会在高速上的呢 你看看视频 你正在看他几十个人 我跟你说 你怎么在高速那里下去呢 你哪里跟我讲啊 我都没听到 他们是在路肩上停了一下 他下去 然后再看一下水位 然后看下水位 然后就上来就走了嘛 然后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去 当时小伙子坐在后座 看父亲下车检修 他也下了车 可当车辆重新出发时 粗心的父母并没有发现儿子没有上车 就开走了 小伙子情急之下就在高速上拦起了车 好在高速交警及时赶到 谢谢你们啊 高速公众注册也学习学习啊 是 还没考驾证呢 我们也有小孩的 我们在这儿小孩看看 知道啊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 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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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